这是一台能安装AMD三代顶级标压台式机CPU的小主机 它还能同时装置4块M.2 P3E NVMe SSD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了AMD RISON 7 8700G 标压台式机CPU的高性能迷离电脑 Minist Forum 民凡 MSAE MSAE能安装7900X、8700G 还能安装即将发布的9950X 此时最高性能释放能够达到100W MSAE是民凡MS01的姐妹机 两者外形几乎一致 CPU有Intel移动CPU 更换为AMD标压台式机CPU 接口也有了一些不同 少了两个万兆光口和PCIe插槽 多了一个NVMe和Oaklink接口 还有啊,HDMI终于是满血的2.1了 针对这两者的不同 您更需要MS01这样的迷离网络工作站 还是MSAE这样全面扩张性强的迷离主机呢? 明凡MSAE 装置MD-RAM7-8700G 8核16线程的标压台式机CPU 类置瑞兆780M核显 DDR5内存 5200MHz 4个M.2PCIe NVMe接口 3屏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 加WiFi6E 打开来看一下 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电源线 HDMI线缆 U2企业硬盘转接板 取出主板用的金属列子 说明书 这板砖电源是9V42.63A 一共120W的功率 小主机纯黑色的外观非常沉稳 全金属的机身不轻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耳麦口 USB2.0接口 双USB3.2A口 后面板 双2.5G网络接口 DP2.0接口 HDMI2.1接口 USB4接口 USB3.2A口 USB2.0接口 Oclink接口 49V电源接口 底部 后部 顶部 前面板 都有通风口 卸下底部 8颗螺丝 使用金属列子 卡住后面板 通风口的网格 用力拉 顺利将主板取出 下方是 给CPU散热的 两个大风扇 卸下上方 散热片上的两颗螺丝 取出散热片 两组M.2 PCIe NVMe接口 两根贴有屏蔽罩的 DDR5内层 翻过来 一组M.2 PCIe 4.0 X4的接口 同时 它还可以转接 U2企业硬盘 不过 要把这个小开关 拨向左边 继续卸下 风扇上的三颗螺丝 提起风扇 这是另一组M.2 PCIe 4.0 X4的接口 右上角是 WiFi 6E 无线网卡 没有对叠 给个好评 BIOS里可以设置 核显专用显存大小 我设置了8G 这里可以设置 性能释放 有35W 45W 和65W 我们选择了 自动模式 温度允许的情况下 最高可以到65W 稳定性 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条直线 运行在65W 整机功耗跑在95W CPU频率运行在4.3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60分钟内 8700G CPU功耗保持在65W 持温29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86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38度 内存温度最高上升到44度 散热能力非常优秀 我们首先使用MS-A1主机的 RAM7 8700G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9分55秒 共计595秒 595秒的成绩 已经超过了MS-01 比UM880的8845HS要差一点 CPU-Z多线程7200.5 单线程697.2 多线程成绩位于 迷离主机的前列 比MS-0113900H稍低 和UM880 Pro的8845HS差不多 GIG-BENCH-5 多核12546 单核20113 多核性能虽然比MS-01差一点 但不论单核还是多核 已经是780M核显中最强的了 GIG-BENCH-6 多核13559 单核2669 多核和MS-0113900H差不多 它仍然是780M核显最强者 GIG-BENCH-223 多核17237 单核1811 多核性能比UM880 Pro稍低 GIG-BENCH-2024 多核984 单核106 多核成绩比UM880 Pro 8845HS稍低 PASMARK多线程32954 单线程4074 多线程成绩是非常不错的 超过了MS-0113900H 低于UM880 Pro的8845HS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MS-AE8700G 65W的性能发挥 位于所有780M核显主机的前列 接着报娱乐大师 总分1605,521 CPU得分998373 我们还给这台8700G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 481831 XX20 276681 CORMARK 50156 CORMARK成绩上了50万分 也算不错的成绩了 我们也让8700G 跑了大鱼烟模型 贪吃蛇 编程测试 速度是11.27 Token每秒 列表看一下 是目前780M核显小主机的 第一名 接着玩游戏 地平线5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80多接近90帧 复杂场景70多到80帧 荒野大标客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固测试 平静帧47帧 这个帧数一般 英雄联盟 4K中画质 最后大团战 9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 跑起来 战斗起来 接近60帧 青雄铁道 1080P非常高画质 跑起来60帧 绝区0 1080P高画质 50多 接近60帧 这就是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 室温29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90度 SSD最高温度46度 DDR5内存 最高温度79.8度 我们也看一下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 2926 File Stick 8108 Steel Lomade Lite 20.48fps 稳定度99.3%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成绩和最好的8845HS 7940HS相比 差一些 我认为核显性能对内存频率很敏感 5200MHz相对5600MHz和7500MHz 跑分差不少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4K144Hz 10位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满血的HDMI 2.1标准 USB4和DP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10bit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USB4和DP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 10位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索尼OLED电视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4K120Hz 10位YSBCR444的非压缩信号 Radeon 780M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4800兆B每秒 达到了PCIe 4.0X4的入门水平 USB4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B每秒 满血的外置存储 读写能力 为了测试小主机硬盘接口 我们重新打开它 添加了一块U2的企业硬盘 再添加两块NVMe SSD 凑满4块SSD 我们先来看看说明书 12344块硬盘 1号盘位是PCIe 3.0X4 2号盘位是PCIe 4.0X1 3号和4号盘位都是PCIe 4.0X4 4号盘位已经安装了系统硬盘 刚才我们已经测试过了 安装U2企业硬盘 最关键是要把开关拨向左边 就是U2这一边 然后安装U2 SSD 翻过来 这里关键是要用合适的内六角套筒 取下圆固定螺丝 好取出来了 然后把NVMe SSD装好 再用手领上刚才卸下来的两颗固定螺丝 再把散热器装上去 领上两颗散热器螺丝 齐活了 开测 1号盘位PCIe 3.0X4 3500兆兵每秒 3.0X4的最好水平 2号盘位PCIe 4.0X1 接近900兆兵每秒 这个速度大家接受吗 3号盘位U2企业盘 我这块是三星PM9A3 接近6800兆兵每秒 已经是这块盘的最高水准了 WiFi测试 Intel AX210 WiFi6E无线网卡 跑上了83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非常好的水平 螃蟹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APP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我们也测试这台机器 USB4接口 主锐电网桥 很轻松达到了1GB以上 超越了万兆的速度 明凡MS-A1 装置了8核46线程的8700G 台式机CPU 6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最高功耗100W 待机最高功耗才11.6W 比我预想低多了 按上面这些结果 240W的板砖电源 显然是大财小用了 但是啊 如果9950X上市以后 安装到这台机器上 100W的性能释放 那么240W的电源够不够呢 我想应该能行哈 大家认为呢 室温29度的时候 CPU带机温度41度 SSD带机温度34度 这台小主机 65W性能释放 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53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接近42分贝 MS-A1迷离主机 装置了8核46线程的8700G 台式机CPU 65W的性能释放 性能位居所有 780M核显小主机的前列 从机身和内外接口来看 它显然满足 2020年最新旗舰大满贯接口 至于它和MS-01比较 减少了万兆光口 和PCIeX8的插槽 我们只要看一下 这两者PCIe通道的对比 英特尔13900H是28个通道 而8700G只有16个口用通道 一切就明白了 但是MS-A1也有它的强项 比如Oklink接口 比如四组M.2PCIe NVMe接口 同样也是能接入U2企业硬盘 如果真的需要万兆网口 也可以用USB4外接 来增加来补足这个短板 不知道有没有光口外接的 我喜欢外置万兆光口 MS-A1最让人惊喜的是 它的主板芯片组是AM5 支持AMD7000 8000 9000 三代台式机CPU 意味着CPU可以升级 目前最高支持9950X 这颗马上就要发布的 AMD最强台式机CPU 能够达成100W的功耗释放 也算小主机中最强的了 总结一下 8700G 65W性能释放 是一台强悍的核潜迷离工作站 散热非常优秀 静音稳定 接口兼容性完美 达到了2024年 超级旗舰大满贯接口的标准 这是一台设计 做工 接口 性能 散热 都优秀的小主机 而且它有多达4个MVMe接口 还能更换CPU 升级为当前最顶级的台式机CPU 对这台MSAE 我们给出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